第三個試體,將四個相同的燈泡與電池連接成 右圖的電路,以之流過釘燈泡的電流為0.1A 則由電池流出的總電流為多少A 那這基本上呢還是用所謂的r等i分之v,或者是我們說的v等ir 那麼我們這邊的這個電路是並聯電路 那麼它的電壓是一樣的,在電壓一樣的情況之下 電阻跟電流會成反比 那麼我們這個所有的燈泡的電阻都一樣,那麼電阻都是r 那麼這兩個串連起來的時候,總電阻就變成2r 然後上面的i的 這電阻只有r 所以我們的電阻呢,一個是r,一個是r,是1比2 那麼電流呢就會成反比,就變成2比1 所以呢,我們的 通過的釘的電流是0.1A的話,通過i的電流就是0.2A 那麼這邊有個0.2A,這邊有個0.1A 那麼我們的 並聯的總電流等於分電流相加0.2加0.1就是0.3 所以呢,流進電池跟流出電池以及流過甲的 電流呢就是0.3A 第34題問我們說 則由電池流出的總電流為多少A,我們答案選擇是 A0.3A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